日幣喋喋不休 貶值很有感 觀光客撒幣也不手軟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睽違四年到日本玩 也明顯感受到日幣貶值威力 出發日本班機全滿 街道上也滿滿都是觀光客 不過謝金河觀察到日幣貶值效應下 日本物價並沒有比台灣還要高 但是反而在台灣吃日料 價格卻是貴的 嚇死人 但是謝金河舉例 在台灣高檔一點的日料 一人卻要價一萬八千元 他分析是因為日幣出現很大的變化 今年到日本旅遊的台灣人變多了 但是來台旅遊的日本人卻大幅減少 所以很多的日本人都決定不出國了 那就算要出國的話 也是去物價更便宜的泰國或是越南 旅遊達人認為 日本人不來台灣只是暫時的 不過日幣真的跌太兇 十三號第一排現超排告價 出現零點二一六八 相當於十萬新台幣 可以換到超過四十六萬日幣 對比五月相同金額 只能換到四十三萬日幣 因此也是灌破一年來新低 我們昨天的掌握到四十六萬日幣 是要求六十六萬日幣 有十五十九等 以你的痛恨